各位網友早晨 我是鄺俊宇 今天是2022年6月13日 星期一 這節和各位網友一起跟進一下 今天開始疫苗通行症擴展到專科門診 據報有很多病友 長期病患者 老人家 或者會受到影響 最新方面 醫管局又有新調動和安排 情況如何 這一節和各位一起討論 另一邊也跟進一下香港的各大最新消息 說下去之前 記得按訂閱 免費訂閱鄺俊宇的頻道 看廣告月長 是對鄺仔最大的支持 衷心多謝各位路友記 事不宜遲先看看這一則最新消息 根據星島日報的最新報道 有關疫苗通行症 今天開始 擴展去到指定醫療處所 醫管局就說初期彈性處理 報道的內文是政府及醫管局 核下的13類指定醫療處所 今天開始實施疫苗通行症 醫管局總行政經理黃立紀 就在電台節目表示 說初期會彈性處理 現場亦有職員協助病人 讓市民能夠就診 黃立紀就指 明白有市民不理解及不為意新安排 例如不知道針數的要求 或只是完成快速測試 所以當局在初期會彈性處理 現場亦會安排職員協助病人 讓他們能夠就診 黃立紀又指 對於部分不適合接種疫苗人士 醫生會發出豁免證明 若有關人士因為一些誤解而未接種疫苗 醫管局會有職員詳細解釋 亦可以安排為他們接種疫苗 希望下次覆診的時間 已經配合到疫苗通行症的要求 政府及醫管局核下的指定醫療處所 今天開始正式實施疫苗通行症安排 新安排適用於醫管局專科門診診所 學生健康服務中心 美沙酮診所 地區康健中心等13類 提供非緊急或非急切醫療服務的指定醫療處所 需要緊急或急切醫療服務的人不受影響 若病人未能符合疫苗通行症要求 可以出事到訪前48小時內核酸檢測陰性結果替代 不過不能用快速抗原測試陰性結果代替 基本上都令到各界擔心 尤其是要覆診的老人家 長期病患者 未來一兩個星期會陸續浮現這情況 醫管局最新的回應是初期會彈性處理 亦會安排職員在門口協助相關病友 有機會如何登記疫苗通行證 了解針數安排 甚至未足夠資格 不知道會否放那位病友 進去看醫生或先拿藥 加因有些藥你遲了拿 遲了吃 會影響病 但這些初期為之多久不知道 即是初期 一個星期又是初期 一天又是初期 另編商就說 希望能夠做到下次覆診的時間 絕大部份的病友 已經能夠符合疫苗通行證的資格 這麼樂觀 現在要求取消疫苗通行證 下次覆診兩三個月後 到時不知道還有沒有疫苗通行證 但怎樣說都好 今天開始各大專科門診部份的醫療處所 都需要疫苗通行證 有些長期病患者至今可能一針都未打 亦都意味著他們有機會拿不到藥 覆不到診 醫管局暫時的說法 最新的安排臨時臨急 就是會初期彈性處理 不知道大家會不會持著一個無效的疫苗通行證 或者未滿接種疫苗的要求 都能夠進入醫療處所 真是沒有眼看 就儘管看看稍後看看初步 即初期的彈性處理如何彈性 另一箱也跟進另一宗消息 根據AM730的報道 政府打算推出過海隧道擠室徵費 業界表示除非彈性上班 否則難以改善擠室 報道的內文是這樣的 政府計劃明年收回西稅後推出三稅分流方案 當中引入擠室徵費理念 到時三條過海隧道將分開繁忙和非繁忙時段收費 希望藉此解決過海隧道長期失車問題 有業界人士及立法會議員認為未必有效舒門整體交通擠室問題 運輸處就指計劃主要針對私家車 希望鼓勵私家車車主改搭其他公共交通工具 或選擇非繁忙時段出行 香港汽車會會長李耀培子 市民開車上班 特別是過海可能有他的目的和原因 在主要上午上班或下午下班的時段 要擠室徵費的話 除非公司推出彈性上班時間 否則擠室徵費無助改善海底隧道擠室問題 他認為現在三條過海隧道未被善用 起不到分流的作用 希望可以統一收費達至三稅分流 亦希望加速興建第四條海底隧道 運輸處副署長邱國鼎表示 建議推出過海隧道擠室徵費 主要針對私家車出行 現在早上繁忙時段 過海隧道有九萬多的車流 當中六成是私家車 但私家車的運載量只是佔整體的18% 期望透過擠室徵費 鼓勵私家車主改搭公共交通工具 或選擇非凡忙時段出行 當局亦正在研究泊車轉乘措施 被住在偏遠地區的私家車減少開車過海 又掛頂又止 紅稅上次的加價已是1999年 正考慮會一兩年檢視交通情況 以決定是否調整隧道收費 政府明年先收回西稅 大家知道三稅內西稅是最貴的 若然政府收回西稅 麻煩第一時間先減隧道費 不過另一邊廂又有新的東西 製室徵費 若然收製室徵費 首當其衝是各位駕駛私家車的司機大哥 若然繁忙時段麻煩比貴一點 若然想比便宜一點 便去非製室時段 但這個做法業界批評無助改善 不如三條隧道的收費統一兼斜 便說興建第四條的過海隧道 各位網友又怎樣看 不妨留個言說說大家的意見 另一邊想和各位網友說說另一宗消息 根據星島日報的報道 布偶貓大帽山走失了 網民找回價 最終一萬元的薄酬捐給動物組織 報道的內文是這樣的 一名女子昨天到大帽山遠足 期間發現原本放在座架裡的 白色布偶貓女失蹤 在網上發貼文求助 在熱心的網民協助下 終於在今天凌晨安全找回貓咪 貓主願意給一萬元的酬金 和在場人事商議過後 決定捐給動物保護組織 貓主昨天下午在社交平台發貼文求助 指剛才在大帽山和女兒走失了 找了兩個多小時都找不到 現在回家換件衣服再去找過 希望有心人找到可以聯絡我 博囑 事件引起網民關注 高峰期有幾十人前去幫忙 由於天昔二晚 有行山經驗的市民帶備電筒 承索並帶同貓籠、貓罐頭等等 深夜冒著大霧和大雨上山找貓 最終在今天凌晨2時左右 安全找回這隻貓 愛貓失而復得而且無恙 貓主感激熱心的市民協助 與在場人士商討過後 決定將一萬元捐給動物保護機構 失而復得相當難得 希望相關貓主盡量多加留意 不要再帶貓去遠足 因為貓在山上走失了 老實說真的很難找 鄺仔十幾年前試過上山幫忙找貓 頭痛最終找不到 因為太難找了 山那麼大 貓那麼小 另一邊商網民亦有另一個重點討論 建議不要帶貓出街走 不要帶牠遠足 因為若然在山上不見了 你真的很難找回牠 今次有個大團圓結局 找回貓 將本身的籌金捐出一萬元的獎項 捐出來給一些部份的動物保護組織 都算是雙贏的方法 我是鄺仔 我們下節短片繼續聊天